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续上一期我剥好的种子 现在都已经可以移栽了 那我们需要另外再搭一个菜床 那现在看到的这个菜床底下呢 是跟我第一个菜床一样 底下全部都是厨余 然后才填上上面的土 搭进菜床 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当然这个重担就落在我家老公身上了 土呢我们 之前第一个就是搭建的那一个菜床 我们是买的就是三马 就是三个车斗的土 那这一次呢我们还是觉得 因为在第二个菜床用的是我们自家的土 加上一些肥料以后 感觉种出来的蔬菜比买的那个土要好 感觉买的那个土没什么营养 但是呢我们这个房路网已经都建好了 我才想起要建这个菜床 现在就只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老公在这里挑战极限 我说不行 他说行 我们就要在这里赌一把 啊 哇哦 居然成功了 哎我的妈呀 真是有惊无险哦 好好好 现在是我的老公人了 嗯 还是挺激动人心的 至少我不用一车一车往里边前途 好 好了 现在呢 这个土呢 我们装了三个车斗进去 应该是够了 那这个土的粘性很强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我们要买土 但是后来想一下 这个土 我们把牛粪 鸡粪和椰糠搅合进去的话 那 还是 还是挺好 就是 我们感觉之前买的那个土 看的颜色很黑 但是实际上呢 它就是 我猜哈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 它那里有大棚 估计是大棚蔬菜里面淘汰下来的土 所以我种在那个里面的呢 那个菜心啊 四九菜心 和我种在菜床二的四九菜心 就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啊 当然那个 这个生菜我是种在那个土上 导师长的可以 但是四九菜心的话 还是种在我们自己家的泥土里面比较好 好了 你看我现在这个 呃 菜床 上面黑 就是棕色的哈 就是铺了一层 那个椰糠 那我老公现在就是 搅拌的这个呢 是鸡 就是 chicken manure 就是 鸡粪哈 就是鸡肥啊 我们 一年前 那些 从鸡圈里面清理出来的 所有的粪便 我们都放一个地方 现在都已经 就是已经发酵的很好了 所以呢 我们就准备把这个鸡粪呢 也放到那个 菜床里面 然后呢 那个土里面呢 原来我们是已经 呃 已经放了很多的那个流分进去 所以呢 现在我们不需要额外的 再添加流分 那现在在这个鸡粪里面呢 我们混合了一些炒木灰 所以你看好大的灰尘哈 我在想啊 那些农民大叔要看着我们这样干活啊 是不是觉得很好笑啊 干什么都跟人家不一样 嗯 先前我们 有养过三头牛哈 哎 我们养牛也是跟人家不一样啊 我拿那个 买那个 麦子来种 就是种在这个托盘里面 然后呢 那个麦苗很漂亮 就用手 就是每天 每天收了以后呢 就把它放到桶里面 拿到外面来 用手来一坨一坨的喂牛啊 给牛开小枣 那些农民大叔看的 他不觉得我们好笑吗 现在我们准备用这个机器来翻土哈 好 就是甘蓝 好了 种完了以后呢 把水浇透哈 接下来呢 首先要种的是白萝卜 看看这个白萝卜比较多啊 然后呢 就把这个四季菜心种下去 四季菜心长得跟白萝卜的苗差不多的哈 那现在还有呢 就是这个是 臂 就是甜菜头 白萝卜 这个底下这个壳的这个底呢 你把它去掉也行 不去掉也可以 嗯 因为它本来它就这个跟它会穿透这个底哈 不过呢就是 反正要不嫌麻烦吧 就把它掰开哈 它已经它因为它是一直泡在这个湿润的土里面的 所以呢 拿起来的时候它很 很容易就断裂 我先前拿个铲子 想一想还是 它不如用手指头稍微摁一摁 这边一上它就出来了 这很方便 你看我这个白的 这个白萝卜呢 我基本上是一个坑 一颗种 因为我呢 要见鸟的话 我觉得在见鸟的时候 很容易把旁边那个 也拔起来了 加上呢 这个白萝卜这个种子 我试了一下 用水泡一泡感觉 挺好的 所以基本上就一个坑一个 一颗 当然也有三个坑 没有发苗啊 苗没有冒起来 不过就是这样也挺多了 这样我也省了我见鸟的麻烦 做了那么多 就只有三个孔没有出苗 好 现在就是先把它都弄出来 放在地里面 然后等一下直接往下种就行了 好了我们在种的时候呢 那个坑要多深呢 嗯 没有如果说说明书上面没有很明确的标志的话 那实际上就是我们本来育苗的时候 用的那个鸡蛋盒子是吧 然后的话就这么一一团 然后你把它放到土里面 正好这个苗跟土是保持平的平行的就行了 也不要太深 深下去了的话你填土的时候就把苗埋下了 你不要太浅太浅以后 你那个鸡蛋盒里面原来育苗的那个泥呢 就会冒到上面是吧 所以到时候一浇水 然后那个泥一下去以后呢 就光剩个根在上面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很高的要求 你就是能够让这个苗能够平平平的在这个土层的面上就行了 接着下来呢 就要把水浇透 好了 白鹿布就种好了 好了接下来呢 种这个四季菜心 四九菜心 不是四季菜心 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它成熟的很快 一个月啊 其实二十几天 二十九天这样 近距离的 显示一下这个鸡蛋盒子 育苗的好处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鸡蛋盒子 和这个土一起种到地里面 这个是甜菜头 我把它种在了二号菜床的边缘 看看第六天的情况 白萝卜 Kell 米衣甘蓝 甜菜头 这个是四九菜心 四九菜心起步比较慢 但是它真正开始长的时候 它就会长得比较快 这个是种在二号菜床最边缘的甜菜头 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